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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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Chris 我是PhotoGraph 我是PhotoGraph 我通常拍一些Family Portraits 在PhotoGraphy來說 我也是剛剛做了四年而已 Filippino 過了來香港三十六年 我第一次拍攝是 我老婆送給我的 只是讓我發生 因為我早前是一個很困難的男生 就是這樣 現在正在做一個全面拍攝 我很多朋友其實知道我 喜歡拍一些流浪漢 其實他們有很多個角色 有些短頭髮 長頭髮 髒髒又有 光光正正又有 假人中 因為我每兩個月 我就會自己走 到處走 到處走 到處都不知道 到處拍攝 通常我家樓下會開始 我申請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 其實是我們扔垃圾的叔叔 有一段時間 有很多人 就會扔一些很舊的工具出來 在街上 通常那些時間 他們就會 很多 譬如說 收拾垃圾 或者有 收拾工具 會在那裏 收拾一些東西 會收拾一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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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我 有很多個 這些照片 它是其中一幅 是我最喜歡的那幅 而我不想那幅 那幅 就在我的硬碟裡 其實是沒有人見到的 那我為什麼不 再試試 可以參加一些比賽 其實現在 是越來越多 這些地方 這些情況 會見到 以前就反而少一些 我還沒開始拍照 其實是很少的 可能我學會了拍照 就會 警告了這些東西 現在其實 什麼都會升 可能價錢 買東西吃 那些房子 那些房子 其實價錢是上升的 一個平常的 收拾的人 就可能 扣不到他們的價錢 所以 譬如說 有些人就會 逐點逐點 這樣 節省一點 可能有時候都沒有 這樣 會有一個差別 現在這個 這個時代來講 其實 拍照 無論什麼媒體都好 其實是很大幫助的 它是可以 展示給很多人 很多人看 一張照片 其實可以表達很多東西 給很多人 其實是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拍照 是可以幫助 比如說 經濟 或者帶到別人的 認識出來 既然 既然 有些人